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繼續跟大家講講這本書 Why the world does not exist 早前我已經拍了一段影片 是講關於它的介紹 有個大致的背景 是講一下這本書是關於什麼 今天就正式進入主題了 就講它的第一個 chapter 題目就是 What is this actually the world? 因為我們看到這本書的名字 就是Why the world does not exist 當然我們要解釋一下 或者作者要解釋一下 就是在書名裡面 世界、世界 它是怎樣理解的 還有書名還有exist這個字 existence 就是關於存在 其實我們看到在下一個 chapter 所以在書名的兩個比較重要 要去解釋的字 其實都各自有一個 chapter 去解釋的 我們就會更加了解 當作者說 為什麼他覺得這個世界不存在 它的意思是什麼 就會更清楚 OK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了 那其實在這個 chapter的開始 其實它有些類似是一個背景 一個簡介 還有就是承接上一個 chapter 就是那個introduction 那個 chapter的一些東西 那我就想 skip a skip 因為我覺得不是十分之重要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由它的 就是真的正式開始講的內容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些內容 開始講起 那就是一個分題 就是you and the universe 開始了 那如果記得的話 那上一條片我們講到 其實對於這個作者來說 世界和宇宙其實是兩個概念 我們都立即看到了 就是 他就覺得 其實要分開來講 因為世界和宇宙 可能我們平時說話 我們有時候會 就是混亂來講 我們會說這個世界 怎樣怎樣怎樣 和這個宇宙怎樣怎樣 有時候會混在一起用 那他這裡就想 就是講清楚了 他覺得 不一定一樣的 這兩個字眼 就是他就想 分開清楚 各自其實是什麼意思 那他首先就想說 universe OK 那他就說 那他就覺得呢 平時我們用的時候 有時候會 混雜了一些 就是很mystical 就是很神秘 或者很religious 的一些聯想 我們會 當我們講宇宙的時候 會聯想到這些東西 OK 是嗎 就是他好像呢 就講關於一些神秘的東西 那這裡就講到 好像一些 譬如說明雲 例如說 我們那個人生 為何那麼淒慘啊 那可能 就有些人 可能信宗教 某些特定的宗教 或者 你想一些神秘學 這樣才算 可能就說 因為宇宙有些法德 就 例如那些 那些 那些 星象 那些 就說因為宇宙 就有一些 運行的方法 就注定了 我們是這樣的 就是類似的 有時候我們會這樣 去思考 這個宇宙的這個字 對 他好像 對 就有說 The universe wants something from us or communicates something to us 就是 我們就可以憑那個天象去 去閱讀到 這個宇宙好像跟我們說一些東西 是嗎 好了 然後呢 Here the universe stands for the maximal hole in which we are located 就是 他好像有個很大一點的 picture 告訴我們 我們要做些什麼了 If we ask ourselves what reality actuality the world the cosmos or the universe 對 當我們問這些問題 好像很大的 很宏大的問題 宇宙等等 We are asking We are asking somewhat vaguely about what the whole is and subsequently wondering what it means 就是當我們在想 這個宇宙是怎樣怎樣 其實我們通常就是 很老套 就是人生的意義 是嗎 我們為什麼 剛好是 存在在這個宇宙的這個位置 會不會有什麼特定的意義 我們有些目的要做的呢 類似的 都是一些很常見的 甚至乎不是哲學 可能普通人都很容易會想到 OK 好了 接著下一段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actual being of the whole are closely connected 當我們想到這個meaning of life 的時候 而且連結到宇宙 其實它跟一件事很有緊密的關係 就是the actual being of the whole 即是說這個宇宙究竟有什麼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 當我們在想 宇宙是什麼的時候 即是我們不要說得那麼複雜 我們說人 當我們在想人有什麼意義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搞清楚 人是什麼來的呢 或者在這個宇宙 我們會面對到什麼 這些都是一些有關係的問題 好 那這裡他就說了一個例子 if one assumed from the beginning that the whole is actually only a huge heap of subatomic particles or even creates their structures 即這裡他就說到一些物理學的 所謂sring theory 我沒有認識這些那麼深的東西 但是類似就是 universe 如果記得的話 其實它上一個chapter 那個introduction的chapter 這個作者也有說一點 其實對於它來說 這個universe 其實就不是剛才說的什麼mystical 什麼神秘的東西 什麼religious宗教的東西 其實不是的 對於它來說 universe 宇宙其實是一些類似科學的東西 它後面會一直陸續說到 那他就說 如果我們的框架是這樣 我們看一個宇宙 那你想回 如果講科學的話 很有可能就是一些 最基本的組成的部分 就是一些粒子 或者甚至乎 可能是一些 string theory 可能是一些string來的 一些意言來的 就是這些東西 但是總之是一些 沒有生命的 是一些基本粒子來的 好了 那他就覺得有一個問題 就說什麼呢 It will be correspondingly difficult to derive from that any meaning 這裡就很重要 即是他說 如果我們認為這個宇宙 就是一些基本粒子 或者一些strings的話 其實很難會 derive到 我們很難從這裡 這個東西 去推出任何的意義 是吧 因為為什麼呢 Because our life itself appears as a mere illusion 就是一些幻象 就是一些幻象 來的 就是 因為我們人 其實 如果根據這個 這樣的看法 我們人 都是一些粒子造成 實際上也是 但是我們剛好有個意識 但是呢 如果在這個的看法 就是這個 這個這樣的看法裡面 其實 我們的意識 都是一些幻象 來的 因為 到最後 其實它都是一些 基本粒子造成 或者那些 String theory 是的 然後 As a mere effect of a spiritless particles 是的 就是 如果我們 認為 這個宇宙 就是 由這些東西造成 其實很難 有一些意義 去推出 這個就是 你將 Universe 就看成 整個世界 就是這樣的問題 OK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這個就是這個作者的一個想法 好 好 今天到這裡了 When we speak of the universe We implicitly give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being of the whole 就是當我們這樣去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預設了 就是implicit 就是沒有很明確地說的 但我們偶像就已經預設了 是嗎 因為 在宇宙的設定裡面 我們人 或者其他所有東西 都是基本粒子造成的 OK 好了 繼續看下去了 Unlike so many mystics 所以其實 這個作者就不認為 這個宇宙是一些很神秘的東西 其實是很科學的 是嗎 We generally imagine the universe as a gigantic aggregation of galaxies 就是這個就是 你看到它用的字眼 都是一些很科學的 一些字眼 就是有些 我們的宇宙是有什麼組成的 就是一些銀行系 和不同的星體 組成的 對 which lights up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 對 宇宙很黑的 但是呢 剛巧我們說 我們的銀行系 就是太陽在這裡 它會發光的 然後整個銀行系 就是它照到的範圍 都有光了 類似的 就是有個宇宙的照片 大約是這樣 好了 Our picture of the universe looks like a gigantic photograph taken from something akin to the Hubble telescope 就是好像用一個 天文望遠鏡 看下去 你就會看到 有不同的星體 有不同的組成部分 這樣 And in this place In this universe We are also found in one specific place 我們剛巧呢 人 就發現自己在這個宇宙 某個特定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的地球 其實當然就是 Strictly speaking 它還有一些 這樣的描述方法 就是你看到 都是一些很科學的 描述方法 On the third planet of the solar system 就是由太陽排出第三個 的行星 然後 Together with at least 100 billion other stars 就是一個科學的描述 就是一個比較科學的描述 一個描述 一個描述 這樣 OK 好了 看下去沒有問題 這個說法 是嗎 就是我們 Description of our location 沒有問題 這個 就是 在這個宇宙 世界之中 我們就 的確是這樣 好了 然後你可以再 zoom 小一點 就是剛才在一個宇宙 好像在一個太空 我們可以再 zoom小一點 這個就是 作者就說回他自己 I am sitting in my living room 這裡 這個地方 在德國的一個城市 這個作者是一個德國人 他就在德國的一個城市 的一條村 我當的 一間屋 的一個 living room 他就坐在這裡 好了 跟著就是重點 but this is misleading 這個呢 因為剛才他就說 看得沒問題 這個說法 他就說 其實有點 misleading 其實不太對 好了 為什麼呢 下句 there is a basic difference we must acknowledge whenever we are speaking about living rooms or planet 是的 本來講得好好的 但當你講一下 如果你想講回 我們自身 或者講回人 就有些問題 因為呢 為什麼呢 本來是說地球 接著呢 他下一步就說 好了 我就再zoom小一點 就說回他自己的人 就是作者本身自己 他 就或者是一個 living room 那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下句 planets and galaxies are objects of astronomy 是的 剛才講的那些 planets 星體 那些 天文的 科學 那些 天體的物理學 那些 類似 好了 但是呢 living room 就不是了 這就是重點了 就是我們 物理學 你不會研究 那些 living room 你不會研究 那些屋 對吧 好了 什麼意思呢 我們繼續看到 It pertains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ving rooms and planets 那些 就是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可以說一下 好 living room 就是怎樣 我們就會在這裡吃東西 就會去燙衣 看電視 我們在living room 就會做這些事情 然後呢 如果是在說 物理學 或者其實這裡可以理解做寬一點 科學 那怎樣 我們會 observe planet 我們會研究那些星體 可能甚至乎會 派一些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機械人 寫一些火箭上去 是的 收集一些 那個星體的成分 就會去 measure 它們的chemical composition 那些這樣 研究一下它們的組成部分 就是科學 用一些實驗 然後呢 可能會量它們的距離 那些星體不同 不同星體 不同行星之間的距離 好 重點就是 說了這麼多 Physics concerns itself not with living rooms 即物理學 是不會研究living room的 不會研究 剛才說的那些 在那裡看電視 烏衣 吃東西 那些 好啦 but at best with physical objects in living room in so far as these four under natural law 那當然我都可以說 OK 那其實你的living room 其實你都有些physical object 即是你都有些杯杯碟碟碟 有些桌椅 那些 那它可能都跟 即你都可以叫它做一個physical object OK 然後它其實都跟隨某一些natural law 即某一些物理定位 甚至乎可以說 就是你放下一隻杯 它會因為地心吸力掉下去 那些 那些 但總而言之呢 living rooms are simply not found in physics though planets 對 但是說到最後 living room 即是你間房 或者我們的廳 就不會是物理學研究到的東西 OK 那這個就是這個作者的想法 好啦 所以呢 所以呢 living rooms and planets do not belong to the same domain of objects 對啦 那這個很重要 這個其實是他 這個作者的思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一個domain of objects 道明是什麼 就是一個範圍 那意思就是 好啦 你living room 即是那些 你間房 你的廳 同為planet 那些銀河 星體 就不是同一個範圍來的 無論這個範圍是怎樣畫 OK 好啦 其實不是 這個說得不好 不是無論這個範圍是怎樣畫 因為他後面會解釋 即是究竟那些範圍是怎樣畫呢 他會有一些規矩 我們一會兒再看下去 好啦 總之 現在表面上最起碼 就是根據剛才那個說法 就是living room 和planet 就 起碼看下去 不是那麼拉近 好啦 繼續說 A domain of objects is a domain which contains particular kinds of objects 就是這裡 他們的解釋 domain是什麼 domains of objects 是什麼 就是 一個 domain 就會有一些 某一些特定的 object 就好像什麼都沒有說到 這樣 一個 domain 一個範圍 就是它會包含了某一個特定的 object 然後呢 有些特別的 那些東西 什麼都沒有說到 它有些規則 有些規則 然後這些規則 就是其實這些 不同的物件 在同一個範圍 它們之間有些關係 的 OK 好像很虛 但是它跟著 給一些例子 好啦 例如 are example the object domain of politics 是吧 就是我們想 政治 是一個範圍 就是我們可以理解到 像一些科目 那樣 你當我們讀書 會讀的一個科學 例如你讀大學 你讀政治 它當然有一個範圍 你會讀到的東西 是不是 那我們會預期有些什麼 OK Voters 有人要投票 我們可能會錄政治 會研究 投票的行為是怎樣 Community festivals, the so-called basis of the parties 政治的東西,Tax dollar收稅 即我們會預期到政治會研究某一個特定範圍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將這個範圍畫成一個道尾 你說有沒有這個規則是我們將它包成政治的 然後有些東西就不包 它可能有一個規則,這個規則是可以爭辯的 但是我們總會將某些東西定住 這個就是政治的範圍,另外就不屬於 大概有這樣的想法 另外再繼續說,看到一些例子可能會更清楚 這個作者的想法 There is also the domain of whole numbers 即數字,數字是一個範圍 To which the numbers seven and five 即七、五,這兩個是一個數字 那它就屬於這個whole numbers的範圍 是吧? and to which certain fundamental laws of arithmetic 這個讀錯了,即是算術 即是你數字七和五呢 就會屬於whole number的這個範圍 然後它有些什麼,即我們怎麼知道 為什麼這兩個數字在這個範圍 就是因為某些算術或者數學的一些規則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這個範圍 OK? 那我們大致明白了 就是其實有點像剛才那個政治的例子 就是你當像大學的一個課目 或者你讀書 你開一個班 那你還有一個範圍 那你就會這個範圍 討論的東西就會 跟其他他不討論的東西有些分別 即那個whole 它未必很清楚 但他有一個法律 就是他有一些準則 它不是一個隨便的 如果不是你讀政治 然後你無端一讀書 讀到天文物理學 你就會很奇怪 即是它有些聯繫 即即使讀到 也可能有讀到的 但是它有些聯繫 跟政治本身有東西 如果不是那個政治的名字 就變了沒有意思了 OK 好,接著就是再深密些說 In that respect domains of object are not necessarily spatially defined 他未必跟那個範圍有關係 接著還有一個例子,我們看看會不會更清楚,就是說這個domain of option The mayor of this地方 can travel to London at the weekend without thereby ceasing to be the mayor of this地方 這個很合理,這個某個地方的市長,他去另一個地方,他仍然是那個地方的市長 他不會因為他去了另一個地方,即使本來這個概念跟地方有關,某個地方的市長是跟地方有關 但他又未必是很緊密地由他來定義,你不是要身處在那裡才是那個地方的市長,這個很合理 這個就是他剛才那句的意思,domain of objects are not necessarily spatially defined 這裏就說到了,What belongs to a domain of objects is determined by specific rules of laws 他沒有很清楚地說到,但總之有一個規則,他可能之後有說到 但他現在就這樣說了,OK? 接著呢,Some of these rules are local and spatial 就是有些 rule是local and spatial,都是一些例子 For instance,The five fingers of my left hand belong to the object domain of my left hand 是不是? 我左手的範圍包含什麼?就是有五隻手指 或者反過來說,五隻手指就是屬於我左手的 domain OK,那麼,If two fingers were to remain in 一個地方 就是有兩隻手指,不知為何跌了,可能有一點意外 有兩隻手指跌了在某一個地方 While I travel to 另一個地方 是不是? The fingers that remained in 這個地方 would very quickly cease to belong to the object domain of my left hand 這個情況呢,我那兩隻手指在另一個地方 他就不再屬於我們的助手了,是吧? 總而言之,他想說些什麼呢? 就是他這裡就是他沒有很清楚地說那個所謂的 rules和laws去決定 就是有什麼規則,或者有什麼法則去決定 那個object domain是些什麼呢? 怎樣決定誰是誰的呢?他沒有很清楚地說 他可能跟spatial有關,就是可能跟空間有關,可能沒有 那,他接著會再仔細說 但其實他想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這樣啦 首先這個 All objects are found in object domain 無論你那個object domain怎樣去劃分得好呢? 我都會在裡面找到一些東西的 或者呢,反過來說得好一點,就是跟回他的說法 就是,某一個物件,任何物件 我都可以在某一個範圍找到他的 這個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個就是,there are many object domain 這個很合理的 你對於這個世界,你當然可以分不同的 如果我們當他是學科,就很容易理解 因為剛才的例子就是,整治 你可以理解到,整治就是一個學科 一個object domain,很明顯是大學裡面的 有很多個學科 甚至乎再闊一點,就是剛才 Living room 都是一個object domain 就是你的房間,你的廳,你的家 都是一個object domain 所以有很多object domain,這個很合理的 這個 好了,繼續吧 Living room 是一個object domain 剛才說了 然後,這個很重要 Living room 是一個object domain 重點是什麼呢 It is to be expected that specific objects are found in them 即我們會 好啦,當我們說 Living room 是一個object domain 我們會期待有些東西找到他 就是我的房間和你的房間 為什麼都是一間房間呢 有些共同的東西,大致 都會期待到 比如說,有一張床 大家的房間 都在不同地方 但大致上我們可以期待到 大家的房間都是有些這樣的東西 好啦,Likewise Galaxy 即是那些銀行系 都是一個object domain 好啦,When it comes to galaxies 當我們在這個天體物理學 去研究它的時候 我們不會無緣無故 這個就是剛才的 expectation 我們會預期到 那些object domain 那些什麼的時候 當我們講galaxy 當我們講天體物理學 我們不會無緣無故 看到有些 海燈 有些咖啡職 在那裡 很少會見到 基本上不會見到 我相信 但我們會期待到一些什麼呢 有些星體 行星 行星 就是 Dark Matter 黑洞 這些 就算你不真的知道 是什麼 你大概會猜到 是吧 例如在大學裡面的 天體物理學堂 那你會期待到 即使你不知道是什麼 實際上 但你也會期待有些這樣的東西 可以聽到 是吧 不同的 不同的 object domain 就有些 不同的東西 我們可以期待到 OK 好了 so there are many object domain sorry there are many domains of object and under everyday condition we are readily able to differentiate 他們 這個作者就覺得 其實基本上 好啦 我們未必講得很清楚 暫時 我們未必講得很清楚 不同的domains 有些什麼規則 但基本上 我們大致都分到 即是剛才說的那些 都聽下去合理 大致我們分到 OK Diving rooms 我們會期待 然後呢 講天體物理學 我們有些這樣的 預期待到 我們大致分到 是吧 那拐道解釋說 我們知道呢 我們 譬如是一間office 是吧 我們要做些什麼 是吧 我們可能去 去那些政府部門 是吧 是吧 去那些東西要做 有些文件要教 類似的 那有些什麼步驟呢 是吧 我們大概預期到 可能要拿張票 是吧 然後呢 你要找個地方坐下 是吧 要排隊 是吧 然後呢 有些文件 其實這個很搞笑 就是 一定有些文件 你留在家裡 類似的 就是 你大約 可以 預期到 走到一個object domain 即是 你走到一間office 即是政府機關 你大約預期到 有些什麼 是吧 那這個就是 這個作者的想法 然後呢 就是 就不會找到那些 narrow sense of physical object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下面有說了 就是我們不會看到那些 electrons 不會看到那些 chemical bonds 不會找到那些電子 不會找到那些 chemical 即那些 粒子之間的那些吸引力那些 chemical bonds 那當然啦 我們是可以 One can analyze an office chemically or measure the precise distance 就是你當然可以用一個比較科學方法 就是你特定要包咬頸嗎? 你說不是啊 我在一間 office 我都可以研究裡面那些粒子 其實那些東西都是桌椅的 它都有粒子組成的 它都是那些 它當然有些 electron 它當然有些 chemical bonds 就是你都可以包咬頸的 就是這個 我想你聽了上面那段 你都可能有沒有這樣的反駁 但是呢 這個作者仍然覺得 Such an investigation would be something other than an office visitor 這個很重要 但是一般而言 我們不會這樣理解這件事 就是我說我們要去政府機關去做一些事情 去交文件 你不會期待我沒有家 那天我無緣無故帶一些儀器 去測量那兩張椅子之間的距離 或者測量它裡面的組成部分 那張椅子是用什麼組成的 我們很少會這樣去理解一個 譬如當你家人 你說要去政府機關 你不會這樣去expect 這個很合理的一個想法 OK 好了 那接下來就說到了 就是 the physical or chemical analysis of a particular point in space time 呢 就 no longer an analysis of the office 是吧 就是 你會expect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是吧 你一個很physically 或者很chemical去研究 那個office裡面的那些東西 其實就不是我們一般意義講 你去那些政府部門做的東西 是吧 就是這個很合理的 這個語詞 是吧 OK 好 那就 是啦 都清楚了應該是吧 就是 不同的object domain 就會做不同的事情 雖然暫時來說 就是再重新再次 去到現在呢 為止呢 我們都沒有很清楚去界定 那些這樣的object domain 有沒有一個很嚴格的定義 去分呢 沒有的 暫時沒有啦 那但是呢 這個作者覺得 我們基本上呢 我們都可以大致分到 不同的範疇 不同的範圍 我們做些不同的事情的 這樣 OK 這個很合理的一個語詞 好啦 跟著呢 我回到它了 回到universe 剛剛說到的 我們剛剛說 We believe that our apartment was located in the universe 剛才我們說 我們本來描述著 我們的地球呢 就在銀螺系的排第3 就是距離的太陽排第3 這樣 然後呢 我們就在某個國家 這個作者就是德國 然後某個城市 他就在他的家 那個apartment 那裡 好啦 跟著的重點就是 本來就說 我們本來就會覺得 好合理啊 我們的apartment 就在這個universe裡面 沒問題 跟著就講到了 But That is not quite correct 那為什麼呢 你可能猜到 因為剛才那些不同的 剛剛前面那個鋪墊 那個說到object domain 你可能會猜到 對 那 For upon closer inspection 我們看得仔細一點 The universe is merely the domain of object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natural sciences 是嗎 因為剛才說到 Universe 是一個怎樣的概念 其實你會在那邊找到些什麼呢 就是 我們再橫觀點看 就是科學會研究的東西 大致上是 especially physics 特別是物理學 是嗎 好啦 Thus we hold fast to the following The universe is primarily something in which everything is found that is subject to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using the method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就是說 那universe就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我們用一些科學方法 然後在natural sciences裡面會研究的東西 就是在這個universe 在這個宇宙裡面找到的東西 就是這樣去解定 所以剛才說universe 這個作者理解就是一些比較科學一些 去理解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的一個方法 OK 好了 接著呢 The universe might concern four dimensional space time 對啦 你看到這些字眼都是 和科學會有關係 就是四位的時空 這些字 Since this is not completely certain I leave the question regarding what exactly exists in the universe to the physicist 就是這個作者 他就說不知道這個宇宙有什麼具體 就是這個物理學家都在研究中 是不是真的有時空的呢 是不是真的有剛才說的 String theory 是不是真的有的呢 還是其實是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hypothesis 不同的假設 去講這個宇宙究竟有什麼呢 不要緊啦 就是交給一些物理學家去想 但是重點就是 無論如何 But a philosopher can judge that the universe is not everything 是不是 這個很重要 就是一開始那個the world和universe的區分 為什麼是這麼重要 因為 剛才說了一大論 有什麼object domain 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什麼意思呢 好吧 宇宙包含了很多東西 宇宙包含了我剛才說的 天體物理學 這個世界的組成 基本粒子 有什麼意思 但是呢 無論他有什麼呢 這個作者就認為 他也有些東西沒有包含了 是吧 因為 他是一個object domain 他是一個範疇 他的範疇就只會包含了 剛才說的 是用科學方法 用科學去理解的一些東西 那這個世界有沒有一些 科學方法理解意外的一些東西呢 那當然有了 這個作者就認為 肯定是有了 所以他才說 This universe is not everything 這個是有爭議的 其實有些人就覺得 科學那麼厲害 他可以解釋所有的東西 但是這個作者就認為 不是的 這個 一個科學觀的宇宙 是有些東西沒有包含到的 就是他的object domain 是有個界限的 就包含他的意義之外 有些其他東西的 這個就是作者的立場 好 那for age 剛才說的 就是純粹是 就是 physics 馬里學 會研究的東西 這裏用physics 代理了任何科學 就是 任何科學 說到尾 都是有個界限的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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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有些東西沒有研究的 剛剛提到的那些 很多東西 政治 就是 natural science 不會研究的 很明顯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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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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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是 natural science 不會研究的 所以就不在這個 universe 裏面 所以 the universe is smaller than the whole 無論the whole 是甚麼 這個 universe 都是小過去的 所以 the universe is only a part of the whole 只是這個 整體 就要一個整體 它只是一個部分 而不是整個部分的全部 ok 這個就是作者的立場 好 繼續 接著 作者 引了一段 縮本華的 一段引文 細節不用看都可以 其實他想說些甚麼 就是這一句 When we place all life and all meaning in the universe the meaning of life turns easily into the illusion 是嗎 就是剛才提到 universe是一個比較科學的想法 一個世界觀 姑且這樣說 是嗎 那如果是真的這樣看的話 那其實 我們的 meaning of life 我們的人生意義 很容易就會變成一個illusion 是嗎 那為甚麼呢 他繼續解釋 例如 他就說好像有些蟻 那 我們就想像一下 就是我們就是那些蟻 那 那 那些蟻會做甚麼呢 基本上 或者那些動物 基本上就是 找東西吃 和繁殖下一代 是不是 嗯 好了 但我們想一下 那 如果是 from a cosmic perspective 在一個 宇宙一點 一個大一點的觀點那裡看 但是呢 是吧 我們如果看每一個獨立的人的 就是獨立的每一個個體 剛才那些蟻 或者獨立的一個人 如果從生物的角度 或者從比較科學的角度去想 那些這樣的 survival 其實是 沒有甚麼特別的 對於這個宇宙來說 對於這個宇宙來說 你每個人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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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 對於這個 宇宙的運行 其實沒有甚麼影響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嗯 那所以呢 就這裡就說了 In the universe our meaning plays no central role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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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啦 如果當人來說 就是 究竟 我有沒有吃早餐呢 今早 其實對於這個宇宙是沒有甚麼影響的 是吧 好了 In the best scenario We are one biological species among other in the universe 對嗎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其實我們人類就只不過是 另一種生物的 在這個宇宙上面的 其他動物以外的一些生物 對嗎 那其實我們的人生就是關於些甚麼呢 就是 It's only about steering a hungry body through a material environment and cooperating with others in order to increase one's own chance of survival 就是這些就是一些很科學觀的想法 是吧 就是麥敬天宅 是吧 識者生存的一些想法 是吧 就是我們的人生就只不過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用一個universe 在universe的角度來看就是這樣 是吧 好了 跟著這一段就是重點 就是這個作者的立場 那作者很明顯就不同意這些這樣的想法 那這個就是他的想法 為什麼是這樣的呢 If we find no place for meaning in the universe 那剛才那個 描述裡面 是的 我們很難找到那個meaning 就是你可能都找到的 但是作者都覺得很難找到 好了 那為什麼呢 This is not because we are actually only ants bustling around on a lighted ball 是的 不是因為我們只不過是螞蟻 因為剛才說到其實我們跟其他生物 甚至乎螞蟻都沒有甚麼分別 不是因為這樣 是因為為什麼呢 The true ground for such an experience of insignificance and meaninglessness depends much more on the fact that we mixed up completely different object domains 就是剛才提到那個object domains 就是這個就是作者的觀點 你在那個universe的角度 你找不到意義 那當然啦 如果在那個universe的角度 我們就只不過是一些生物 跟螞蟻沒有甚麼很大的分別 你可以說它複雜一點 我們人類可能複雜一點 但是這個不就是只有一個問題 你找不到意義 是因為你混合了一些object domain 就是你不應該用universe的object domain 去看我們的人 我們的人生 例如 The universe signifies not merely a thing but also a particular kind of perspective 就是剛才說到 宇宙其實好像很大 剛才在描述裡面 那個宇宙帶到我們的銀行系 上面的星體 不同的行星 是吧 但是我們這樣想一下 其實它都只不過是某一個特定的perspective 來的而已 剛才提到它很明顯是有一個限制的 是吧 在那個科學觀的那個宇宙裡面 它實有些東西是我們的人生 例如說 是沒有包含到的 是吧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沒有甚麼特別的原因 我們就是要用這個perspective 這個角度 而不用額外一些角度 而另外一些角度 可能是會衍生出一些意義 對於我們的人生 對吧 好 繼續吧 是吧 是吧 只不過是整體的部分 剛才提到它有限制 所以它就肯定是只不過是一個部分 而不是我們人生的一個全部 A part to which we have access by the specific method linked with modern science OK 其實它也是一個很特定的環境底下去產生的 specific的一個 method 然後就是 modern science 是吧 好啦 那這裡呢 然後呢 它就引了一段尼彩的少少的一個引文 是吧 Around the hero everything become a tragedy 是吧 是吧 這個是在說一些希臘悲劇的那些英雄 是吧 那所以呢 那意思是什麼呢 這段的引文就是 就是 有些什麼人會這樣看 好像用剛才那個universe 那個科學的宇宙觀去看人生呢 是吧 很明顯就是一些科學家 是吧 所以他就說 correspondingly one could add that for the natural scientist everything becomes the universe 是吧 又或者呢 舉了一個例子 for a soldier everything becomes war 就是問一個軍人 他怎麼看這個世界 但是他在眼中就是處處都是戰爭來的 處處都是殺落來的 是吧 If one is of the opinion that all existing entities are found in the universe 如果你覺得 OK 其實這個語言就包含了所有東西 那這個問題在哪呢 就是 One commits the error of mistaking one object domain among others for the whole 你就不以為呢 這個universe的這個object domain 這個範圍呢 就包含了這個世界所有東西 是吧 那這個作者就認為 不是吧 很明顯不是吧 OK 好了 繼續吧 When we place our apartment in the universe we transition without noticing this from one domain of object to another 是吧 當你說 OK 我們的apartment 我們的單位 我們住的這間屋 在這個宇宙裡 其實你 很模糊地 很不覺意地 你已經是有一個範圍 在說你一個範圍 是吧 When we define the concept of the universe more precisely than we usually do it turns out that many objects do not belong to the universe 所以這個作者不停重複 你這個universe 你這個object domain 的natural science 是有很多東西都沒有包含到的 對 這個 他的例子 我想都不需要再舉 就是太多東西是 所以這個結論就是 The universe is smaller than one might assume 是吧 本來我們這個宇宙很大 應該包含了 甚至乎在我們剛才的討論之前 可能你會以為 那個宇宙包含了所有東西 是吧 但當我們細心點想清楚的時候 如果你把宇宙畫為惡奇 就是一個比較科學的世界觀 這樣說著先 其實他只不過是我們人生 或者這個世界 佔一個很小的範圍 這個就是作者的結論 他不停重複 他希望我們得到他這個idea 這裏講到第二個字 但還是差到意思的 Still it is only a province 就是一個範圍 就是domain的另一個字 among others 這個字 這個字深一點 an ontological province an ontological 就是有些什麼存在 有些什麼是在的 其實我們可以理解成 object domain的另一個深一點的字 但其實都是那個意思 OK 不過呢 有一句值得好意的就是這一句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other object domain exists entirely outside of the universe OK 這一句 那就是說什麼呢 因為剛才我們就是說的 這個universe 就不會包含我們人生面對的所有東西 那個科學的世界觀 是沒有包含這個世界所有東西 OK 是的 但是呢 我們就不是說 有一些object domain 是完全脫離了這個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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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它是不是在我們的universe裡面呢 因為根據剛才的思路 就是我們剛才的思路就是說的 living room 現在我們用這個國家都可以這樣想 國家 是不是science會研究的東西 就是natural science 說的 那不會啦 就是我們不會在物理學到見到 無緣無故研究德國這樣才算 是嗎 但是這個claim呢 就不代表德國這件事呢 是完全脫離 物理學的 是不是 我們可以想 OK 德國有什麼內容 有些德國人在裡面 是不是 那裡面的那些東西呢 是會受到物理法則影響 很明顯 它會follow natural law 是不是 而一個claim只不過是呢 德國這個概念呢 有一些東西 不在universe裡面 不在這個natural science的世界觀裡面 OK 但是它仍然會跟那個universe相關的 OK 這個清不清楚 這個位置 有點複雜 我想它下面會再講得多一點 這個東西 好 那跟著呢 下面呢 它就說了 before we go further 因為這裡就快結束了 其實 那麼呢 它就 想講一個relevant的objection 其實跟它下一個部分講的有關 那我們先看看 那個objection就是 這是一個claim that all the objects I have 這個它說到的 對 belong very well in the universe 就是剛剛應該說的嘛 剛剛那個說法是 不是喔 有些物件 或者有一些 object呢 就不是在universe的那個範疇裡面的 為什麼呢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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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東西 說到尾 其實它都只不過 是matter 來的而已 是一些物質來的而已 對 或者是一些particle 對 which is studied by physics 對嗎 就是 我們本來以為 有不同的perspective 剛剛才說到 有不同的觀點 好看這個世界 其實不是的 最根本最根本 就是這個 物理的世界 就是這個物質的世界 它就講完所有的東西了 OK 那它的例子 就是 In principle All normal coffee tables in all normal living rooms consists of matter 因為剛才說到 living room 就不是 universe裡面的 或者最起碼 不是在physics 會討論的那個範圍 那個object domain 這個objection 這個 反對的立場 就會說 不是的 其實因為 雖然 看下去 物理學不會研究 living room 不會研究你的房間 但是 我們看深層的一些 那個living room 其實是有些什麼組成的 不是有些物質組成 那物質 科學就會研究 物理學就會研究 是嗎 好了 那作者就馬上提出反駁 However Dreamed up coffee tables 如果我想像 我發夢夢見 一張台 又或者 Dreamed up living rooms 我發夢夢見的房間 都可以的 例如 Do not consist of meta 對 我發夢夢見的東西 他們不是meta 對吧 Just as little as imagine 100 dollar bill 就是100元 你幻想一張100元的紙幣 你不會覺得你真的有個紙幣 它只不過是幻想出來的 對吧 好了 這裏其實 不是 無法反駁的 即是 那個objection 即作者提出的objection 不是無法咬下去的 不過其實就是在後面 他會繼續 argue下去 這裏他有些少少是 即是 賣個關子 即是說他下一個部分會說的東西 但我們都看到作者的立場 即他會認為 OK the objects and scenes of memory 即是 那些幻想出來的 或者他 上面就是發夢的夢見 又或者 如果我記憶 我記憶夢見的一些場景 do not exist in a material way they are not found or are no longer found in the universe 即是這句是有得再討論下去的 但是 我們現在起碼看到作者的立場 是的 好